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你要谢谢展姑娘 是她要我向大人提起的 佳芸 我又欠你个谢字 这回我可不希望再扯平了 少爷 你和展公子在说什么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这是我和你们家公子的秘密 你当然听不懂了 唐大人 唐若你要参与办案 得先把身子养好 宇卓 公孙先生 你跟我到书房去 我要开个方子 你抓药 好帮你家少爷补补身子 是 唐大人 你的书房是否可以借我移用呢 公孙先生请便 嗯 照方抓药每日一服就行了 谢谢公孙先生 宇卓啊 你跟随公子多久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 嗯 那这么说 你对你们的少爷的事情 都很清楚吗 当然清楚 我全都知道 没问题 那你说来听听 没问题 没问题 那 您的确军有所获 你们的确军有所获 如今 依证实无影伞之毒 是段无所释放 就看 要不要立刻抓他呢 现在抓段无 依则可以替徐谦报仇 再则可以削弱我李坤的实力 更可以防返他逃走 唐真 你看哪 翟云说得虽然有理 但是 牵一发则动全身 如果因为抓段无 而经走李坤的话 岂不是因小失大 那就暂时不动他 大人 严东的武功太高 倘若李坤破釜沉舟 恐怕会对大人不利 所以 从现在开始 必须有我 或者展宁 至少有一个人 留在你的身边 好吧 就以展护卫 至于那些退休官员 也都愿意作证 画押 来证明李坤的罪行 如果要追查 成员藏匿粮食的地方 也可以请他们来协助 毕竟他们在登州多年 人地两熟 不错 是可以借重他们 明日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 随本府出城 我们先查 西郊乡军的野猎场 这是上一批淘汰的假捷 唐贞还算不错 分析案情 横琴度势都有一番见底 假以时日 不难成为一位 甚魔能断的可造之才 大人有心让他尽情发挥 也是原因之一 本府就知道 什么事都瞒不了公孙先生 学生只是处处留心罢了 明日出城 还是先挑一处 离野猎场最近的乡军注点去看 到时候再转向野猎场 也好让成员措手不及 而不能先做准备 是 学生自会安排 老吴 这铜钱是从哪儿来的 赌场里来了几个城外的京军士兵 这是他们输给赌场的钱 不可能啊 这绝对不可能啊 事实就摆在眼前 有什么不可能的 难道这些钱都是我造出来的 刀子 这些钱是怎么流出去的 庄主 上一批铸造的假钱 我已经交代给郑红 让他们全数销毁重新融注 怎么会 郑红 那些禁军士兵手上的钱 是从他那儿流出去的 刀子 你可换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数 庄主 上一批最多铸造不到三万 也就三四十罐 我没想到郑红会 会贪这些小便宜 他每月的奉务 不过是三五万 你能让他不贪 是 是 不过 上一批我们已经毁掉了铸造的模具 而且一个都没有留下 应该 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大鱼吧 谁说的 是 只要有一枚铜钱留在外面 就会查到郑红 查到郑红 就会连带查到我们 我们心里 这筹备多时的计划 就会立刻回于一旦 庄主 我们立刻杀了他 以免互换 那我说的有点道理 庄主 明天就要出货了 能不能等出完货之后再做处理 不 不行 必须当机立断 一天也不能拖 把已经完成的铜钱 立刻拉回钱庄 张红 和那些参与铸造的香菌工匠 都全部灭口 毁掉钱犯 钱犯是花了好几月的时间 才研制打造出来的模具 毁了它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最多就重新再做 但是时间紧迫 那些假钱都不能留 马上就去 办完了立刻回报 去 庄主 要不要严冬去一趟 我可以替你们去杀掉正常 不用 这个事 我段午办就成了好了 段午 在 你不会让我失望吗 庄主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办 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好 你们马上就去 你 你要留下我 对付展昭 不仅如此 必要的时候 对付的是包折 您 您就原谅我这一回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要想下回不犯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只有这样才会让人放心 外面的人都进来 一个不留 都给我杀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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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